三層光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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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三層光太郎 我是日本人 然後我 然後我現在在台灣念書 在這邊 在這裡來實習了 在這裡來實習了 在半月實習了 第一個問題是 在這裡來實習的 實習中 你的工作或是任務是什麼 我的工作是 分析調查日文的 IT公司 做IoT的公司 因為 因為在 因為發言是 關於 IoT的公司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這些 跟日本的 做IoT 什麼 IT企業 對 我覺得跟他們 合作 然後 先 他們的資料啊 什麼什麼 都分析調查 然後寄給Email這樣子 對,這是我的工作 你通過 這個實習 學到了什麼東西呢 呃 其實 學到了很多東西 因為 因為呢 我 一開始 一開始 進去 跟 這個 WN子的時候 有 7個 6個 7個 學習生 然後 他們 其中 5個 都是美國人 然後我一開始 我真的不知道 跟他們怎麼溝通 對 對 然後 後來 後來呢 我跟他們 就聊一聊 聊天 就 溝通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我 我就 知道他們的想法啊 就 他們教我 怎麼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啊 什麼 就是 對 這個 他們真的 很多 教我東西啊 呃 然後 學到了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 呃 老闆 老闆啊 他 他 給我很多 呃 建議 就是 怎麼解決 怎麼 做 這個工作 就 對 這個也很 學到的東西 裡面 有 在 實習中 什麼時候 最快 什麼時候 最辛苦 呃 最快樂 老闆 老闆 老闆常常 請我們吃飯 午餐 晚餐 對 然後 跟同事 跟老闆一起去吃飯啊 很好吃 吃很好吃的東西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最快樂 對 聊天啊 吃飯啊 最快樂 什麼時候最辛苦 嗯 我覺得 辛苦 呃 辛苦的時候就是 老闆的要求很高的時候 辛苦的時候就是 對 時間 時間太短 可是 老闆的要求很高 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最辛苦 一開始 好 下一個 雖然老闆的要求很高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 啊 OK 啊 對 Zenda 老闆的要求很高 可是呢 我覺得雖然 他的要求很高 但是他 是 怎麼說 他是一個 很好的 呃 怎麼說啊 他人很好啊 所以 他的 他給我 工作 可是他 也給我 建議 Advice 就是怎麼 這個怎麼解決 怎麼做這個 工作 然後 要自己想 就是 這麼解決 第一個是 聽老闆的建議 第二個是 啊 自己想 對 自己想 對 然後 有時候 問同事啊 用同事 對 就是 這個三個吧 對 下一個 好 這次實習 你選 Variance 滿意嗎 哪裏 我覺得滿意啊 因為 因為我在大學 讀 氣管 企業管理啊 企業管理 然後 就我學過 Marketing Marketing啊 什麼 Survey 什麼 就是很多東西 可是 全部都是 課本上的 概念而已 我覺得 然後 在這邊 學的就是 怎麼說 實踐 就是 一個real的 real 嗯 一個實踐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 這個 這個經驗 是 對我來 對我來說真的很 新鮮的 很新鮮的東西 對 然後 老闆 老闆也覺得 呃 呃 他 我覺得 實習 對 實習生 不要浪費時間 實習中 不要浪費時間 然後 他說 要學很多東西 在實習中 然後我覺得 真的 很 很多 很多 學到東西啊 我覺得還滿意 所以如果 呃 如果 喜歡 不是喜歡啊 如果 如果 如果你 你 會 自己 想 東西 就是 就是 嗯 我說 被動 被動 跟主動 你是一個主動的人的話 當然是一個 對你 對你很好的公司 就是 被動的話 呃 真的很辛苦啊 我覺得 對 可是 一定 對你很好的 經驗 對 對我來說 對 這般人工作的經驗 是真的 很好的 東西 對 真的很好的 經驗 好 那 就這樣吧 就這樣 OK 好 謝謝你 拜拜 拜拜